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只有我几个人住 所以就算是获得了自己的单人房 准备好之后就出门啦 那么这个就是我这次住的这个民宿的这个内部的样子 因为做完太晚了所以就没有拍到 这里就是一个公用的洗手间 然后一些吹风筒这里都可以找到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客厅这样的 然后有几间房间 但是我不确定这些房间都是双人房还是都是宿舍 然后我是在二楼 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这个楼梯走下去 楼下是房东自己住的吧 就是一个房东老奶奶自己住的 然后楼上就是那个民宿这样咯 算是蛮不错的 那么今天就要去搭巴士 首先第一个景点是打算去BTS拍摄的那个巴士站 在首尔的交通是很方便 但是来到了这些比较偏僻一点的乡下地方 交通是真的很不方便 等了很久的这个巴士 终于上到了巴士 看到我一大早就起身 因为从我住的地方要打巴士过道去 BTS那个地方是有点距离的 就这样在巴士上面坐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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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沿路的风景都是很好的 就让人也不会说觉得很闷还是什么 就很有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 终于来到了这个海边啊 BTS拍摄的那个巴士站呢 它是在一个海边旁边的 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 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海风吹过来 一直往里面往海边的那个方向走 就可以找到那个巴士站的 因为是中秋廉价的关系 然后我发现韩国人真的是很喜欢露营耶 在这样海边你看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是在这里过月在自己露营的 不过天气也很好啦 如果是我也是想要尝试一次 江陵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海边 然后这个Spring Day拍摄的这个巴士站呢 就是在其中一个海边啦 海风还是很大很凉爽的 因为也差不多要进入秋天了 已经可以看到了 那个巴士站就在前面 不懂是因为我很早的关系 还是 现在也还没有很多游客 所以来到这里也没有排队排很久 然后就是顺着这个小小的队伍 就可以排队去拍照啦 他们还有做好好这个拍照的一个小架子 就跟你说要这样摆 然后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嘛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电话放在那里 然后调成这个露营的模式 然后就自己走过去定点啊 拍一下照这样的 它这个位置是真的是放的很不错的 就是整个BTS场景里面出现的那个位置 这个巴士站真的是很漂亮 就推荐如果大家有来 而且如果是BTS的粉丝的话 真的是一定要来打卡 之后就想要在海边拍一下照 结果我的电话 对的就是掉下去了 所以就再来多一次 solo旅行的唯一的坏处 我觉得就是没有人把你拍照吧 不过我自己有带指甲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还好 而且指甲拍出来的照片 其实都也是蛮美的 只要你调整好 都是OK的 BTS这个场景太出名 甚至在外面的巴士站 都还有这个指示牌的 然后因为等太久巴士了 所以最后我就是叫了这一个GRAP CAR 就出发去下一个景点 下一个的就是这一个 靠海的这个咖啡厅啦 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这一个地方的名字叫做COPY PADA 就是在海边 这样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我是点了一个蛋糕和一个水吧 本来是想吃早餐的 但是它这里好像只有卖甜品 就在我坐下来要拍照的时候 那个机器就响了 你看整个就是超级舒服 超级relax的 本来想要拍一点照片 结果又来了一对情侣坐在我隔壁 所以真的是很努力的 乔直是挡着它们 之后就开始吃喝啦 点的是一个小小的cheese cake这样吧 它有一杯水我忘记是什么了 但是都是好吃的 不会踩雷 重点是搭配上这个海景 整个就是很漂亮很漂亮 那么它除了外面的座位 它也是有里面的座位的 所以是如果想坐里面也是可以的 吃饱了之后就继续走路去前面的一个巴士站 想要搭巴士 海风吹来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 而且天气也算是蛮好的 所以虽然走过去的路程有一点远 但是整个心情都是很好的 可以看到我的头发整个被吹起来 真的是很大的海风 然后还有看到有人在自己钓鱼 我觉得它们真的是很会享受生活 这个时候我还在很天真的往着那个遥远的巴士站走去 一心是想着可以搭得到巴士的 但是真的是在这一种偏僻一点乡下的地方 那个巴士真的是不会准时 可以看到我真的走了很久 是蛮远的一个路程的 结果终于来到这个巴士站啦 可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没有太多游客关系 所以其实我本来是要搭这个观光巴士 可是它竟然到点了也没有来 所以最后我还是叫了Grab Car 这种Taxi 载我去下一个景点 下一个景点就是来到鬼怪的这个拍摄地啦 这个旁边的这个是个叫鬼怪市场 但是我没有特别进去逛 然后这里就是鬼怪拍摄地的那一个海滩 但是拍摄的那一个地方不是在这里 我先在这一边拍因为就觉得这边也是蛮漂亮的 就想要留一点这样的照片 然后海风很大 其实我是真的很怕我的电话会掉下来 因为我的指甲是有一点好像不是太稳 比较属于比较轻的 然后电话又有点钟这样 所以它就只能拍到打痕的照片 当我想要尝试这样打痕的时候 结果就是 这一刻掉下来真的是吓死我 马上检查机的镜子有没有爆 然后就往这前面拍摄地的那个地方走去啦 在沙地走路真的是很难走 而且都是很松的沙 但是海边这样走真的是很舒服啦 OK终于到了这个拍摄地的这一条路啦 可以看到这里是比较多人在这里拍的 然后我就在想着要不要过去排队 因为开风真的很大 而且我是蛮怕自己的电话会吹进去的 而且也没有人帮我拍照 在这里也有一个拍写着 这里的浪很大 就叫大家要小心不要掉下去 那么最后呢 我还是来排队要去拍个照 想到既然都来了就肯定是要拍一个照才去 可以看到这个浪真的是很大 而且海风真的是吹得蛮大的 所以是要小心一点 就是我前面的这一家人 你记得他们 他们本来叫我帮他们拍照 然后我帮他们拍了照之后 他就主动的问我要不要帮我拍照真的是太好了 他还帮我拍影片 而且感觉他的老公就是应该是比较会拍照的一个人 因为他帮我拍的时候他还会来这样瞧下角度 然后问我是不是需要拍照片呢 还是只是录影这样的 真的好难得终于有人可以把我拍照了 不然在这里我真的是很怕我的电话飞下去 可以看到那些浪潮大 然后其实在这个鬼怪拍摄地的对面的这些餐馆 其实都是蛮出名蛮好吃的 最后我就来了这一间在网路上也有人很出名介绍的 就是说来到江陵一定要吃的叫做一个嫩豆腐的这个冰淇淋吧 而且我来了这一间他是说有做鬼怪冰淇淋 然后这里发生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点 然后我只说我要鬼怪冰淇淋之后 我就在那里等了很久 然后原来是可以选口味的 选好口味之后呢 他就开始帮我做这个鬼怪冰淇淋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然后当他做出来跟我解释之后我才知道 因为他是在说他们做的这个是个鬼怪的样子 就是他有拉了一个长长的耳朵还是之类的吧 那么店里呢本来是打算坐在这个楼下这里的 想想一下 诶发现有楼上我还是往楼上走去 来到楼上真的是好彩自己有走上来楼上楼上超美的 虽然被画到很乱啊 但是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也是一样可以望着海边的 真的很漂亮很舒服诶 但是冰淇淋很快就聋了 所以要快点的吃 我发现这样看着海景 吃真的是会让人很舒服 然后这里这么美也是加了这个指甲来为自己拍了一点漂亮的照片 其实也是很怕我这样子反过来的时候电话忽然就被投掉了 不过在韩国的治安还是很好的所以可以放心 吃完之后呢他也有放很多笔在这里 所以我也是小小的留下了自己的一个小痕迹在这里 留下了自己第一次在韩国的单独旅行 在要去下一个景点之前呢就还有看到了这个画的这个笔画 我们下期再见